今天臺北地檢署 他其實有早上提彭正森 下午其實在有提的 映小薇跟他的助理吳順明 跟朱雅虎 這是下午 上午的彭正森這一段 比較接近圖利罪 因為彭正森當時怎麼樣 跟他一起違背法令 讓這個金華城拿到八百四 這一個過程是彭正森當 這個所謂的PM 他當時這個負責整個的都委會 所以他其實是在證明說 柯文哲如何指揮他 或者指示他去違背法令 圖利罪五年以上 在這邊其實相對柯文哲 現階段在朱雅虎認罪之後 算是比較輕的 為什麼 朱雅虎認罪的是違背職務 這個行賄罪 在臺北地院的裁定書裡面 寫說他坦承犯刑 這個這個行這個行動 違背職務行賄 那收賄的人呢 就會是罪重無期徒刑的犯罪 柯文哲在這裡面 面對朱雅虎的認罪 而且今天朱雅虎被提訓 包括應小微跟這個吳順明 其實我認為 目前檢察官在查的是 這個金流 為什麼是金流 因為之前說應小微的 收賄的這個情況是 四千七百四十萬 這樣的金額 中間短差一千五 中間短差一千五 吳順明在這裡面 其實他的助理是知道 可能相關的錢 朱雅虎他坦承犯刑了嘛 坦承犯刑是 你當時怎麼行賄 1500有沒有很熟悉的數字 就是阿貝的USB 小省1500 所以今天的提訓 這種提訓的偵查的技巧是這樣 把他們全部提進來之後呢 是隔離訓問 不同檢察官開始問 再比對證詞 不論是朱雅虎他已經認罪了 他應該是理論上配合度最高的 而且正常來說 他應該要爭取轉做污點證人 因為在證人保護法的規定 如果他可以爭取轉做污點證人的話 檢察官同意 他可以減免其刑 減免其刑是最好的情況是 我就還起訴 甚至是到法院判緩刑 他就不會再繼續收押了 所以朱雅虎既然都已經砍成判刑了 不如把金流講清楚 今天他現在現階段 我們在錄在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應該在台北地檢署裡面隔離診訊 那吳順明的這個印小薇的助理 他裡面的一個角色就是說當時不是印小薇直接收款 他有透過一些協會一些組織 透過助理 所以助理吳順明他會知道說印小薇收了這個所謂四千七百四十萬 裡面短差的那個錢有可能到哪裡去 那印小薇本人當然他自己收收會 他會把這個釐清 所以現階段而言 剛剛我們還特別講到這個政治現金 政治現金是不是柯文哲的cota 其實不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 因為他裡面所收的那個時間點 那個不論是三百萬或者兩百一十萬 那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便當會之後 跟都發局要裁那個公文下來之前 那個密接點時間的密接性 加上朱雅虎的認罪 行賄的認罪 他就可以直接勾了 不論明目叫做政治現金 叫做捐助 叫做借款 法院的認知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不法利益 有沒有跟公權力形成對價關係 只要有斷價關係 哪怕叫做政治現金 一樣屬於收會 一樣是最重無期徒刑犯罪